今年夏天在堕胎保健和生殖自由遭受攻击的年份中,迎来了一波具有开创性和长期待的妇女健康进展。 2023年7月13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批准了首款无需年龄限制的非处方避孕药。 几周后的8月4日,FDA又批准了首款用于治疗产后抑郁症PPD的口服药物。 然而,尽管在妇女健康和福祉方面取得了这些显著的创新,一个持久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些药物是否能够负担得起并且易于获得。 这两种药物的批准标志着妇女健康的历史性时刻和重要一步,有可能改变数百万美国妇女获得医疗保健的途径。 随着制药商开始确定这些药物的价格,他们必须将健康放在利润之上,并考虑到影响妇女寻求,获得和维持所需医疗治疗的独特因素。 首先,这意味着要使这些药物价格合理,并减轻美国人接受医疗保健的最大障碍之一,高昂的费用。 这一时刻是制药行业争取公平,获得这些药物,以及未来新药批准的机会。 关于两种新获得FDA批准的妇女健康药物的事实,Apil缺磁唇是一种单一孕激素的每日避孕药片,已经在处方基础上使用了50年,因为它不含磁激素,所以与其他孕激素药物相比,血栓风险较低。 研究表明,避孕药片对于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都是安全有效的非处方用药。 非处方使用,可以通过允许妇女,无需先去看医疗保健提供者,开处方,就能获得孕激素避孕药片,从而有助于减少障碍。 Apil目前仍然只能凭处方购买,预计将于2024年第一季度上市。 制造商PerryGo尚未公布该产品的定价计划。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避孕药物的价格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可能高达每月50美元。 Cears-UV,阻拉诺隆,是一种快速作用的每日口服药物,连续服用14天,用于治疗产后抑郁症。 抑郁症是妊娠期核产后最常见的医疗并发症之一,影响约八分之一的妇女。 使PPD治疗更易获得有可能改善母亲的健康状况,并减少与PPD相关的羞耻和内疚感。 预计,Cears-UV将在2023年底之前在市场上销售,经过美国药物执法管理局的安排。 目前,PPD的唯一其他FDA批准药物,Brexin-in-Long,需要在医院进行60小时的静脉输液,并且标价为34,000美元。 Cears-UV和BioGen尚未透露价格。 2023年8月,Cears-UV宣布承诺确保所有需要的妇女都能获得Cears-UV,无论财务状况如何。 有人猜测,由于该药物未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重型抑郁症,因此其成本可能很高,接近Brexin-in-Long的成本。 药物价格对妇女尤为重要。 药物价格是一个性别平等问题。 处方药和其他医疗支出的不断上涨,导致许多美国人承受了更大的经济负担和医疗债务。 然而,当涉及到医疗费用时,妇女往往承担更大的经济负担,而这种负担不成比例的影响低收入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 事实上,四分之一的妇女报告,在过去一年中曾遇到支付医疗费用的问题。 此外,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报告称, 2021年与男性相比,女性因为费用问题而不按处方用药的比例更高,分别为9.1%和7%. 这些经济障碍只会被工资差距、雇主歧视和偏见、照顾责任的性别差距以及其他加剧不平等的因素所加剧。 这些因素放大了医疗保健的差距。 在妇女的医疗保健和权利正受到司法审查和立法限制的时候,数百万妇女无法获得和负担得起有可能极大改善生活质量的药物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妇女的健康研究资金严重不足,妇女在临床试验中的代表性明显不足,导致这一人群与创新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研究人员估计,即使是对妇女健康研究资金的最小增加,也可能大大改善妇女的健康结果。 现在是填补这些差距的时候了。 确保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这些药物的步骤。 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2023年7月底,参议员Maisie Hirono,Democrat Hawaii,Petty Murray,Democrat Washington,和Catherine Cortez Mesto,Democrat Nevada,领导了一封至Perygo的信。 敦促其为,Apple设定低廉且负担得起的零售价格,并提出了几个问题给制造商。 此外,2023年9月底,卫生于人类服务部、劳工部和财政部发布了一份信息请求,RFI。 以收集关于无需处方的OTC预防产品的覆盖需求的信息。 制药商不应该阻碍这些药物的承诺。 首先,制造商应以低廉且负担得起的价格发布这些药物, 并与处方药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如药店效益管理者和监管机构合作, 确保通过医疗保健计划提供负担得起的覆盖。 例如,研究表明,大多数成年人不愿意或无法支付超过每月15美元的OTC避孕药费用, 而青少年的费用更低为每月10美元。 制造商必须注意这些数据,并将其用于制定定价决策。 这将帮助妇女及其家人及时获得所需的常规医疗保健,避免不必要的障碍。 结论,在保护妇女健康和扩大医疗保健获取途径的兴趣重新加强的同时, 避孕核产后抑郁症的这些进展也到来了。 与此同时,药物的成本往往仍然过高,与这些目标不相符。 事实上,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61%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服用一种处方药, 至少有30%的人表示由于费用问题,没有按照处方用药。 负担的起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尽管这些最新进展是重要的里程碑,但战斗远未结束。 这只是使妇女药物更易获得并缩小现有差距的一系列步骤中的第一步。 制药公司和政策制定者必须紧急行动, 确保这些药物以及未来的药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负担得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